第四個的問題 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很容易的懷疑 那以先者來講 蘇建德他們三個人來講的話 我必須要講在這個案子裡面懷疑很多人 沒錯的懷疑很多人 我剛才講這些疑點嘛 對不對 那以王文校來講的話 有沒有目前任何的資訊支持你這個頂替的說法 沒有 他自己本身不含怨 他也不含怨 他不需要反應 因為他是被人家叫來頂替的 所以他們不可能喊冤 但是也沒有任何的證據指出說他有一個大哥 他怎樣 他有一個大哥 沒有大哥 沒有人指使他 對 你要知道作戰的懷疑中 要有一個邁入 人際關係上的邁入 我顯示出他可能是幫他帶人 他的社會 或者他有什麼社會網絡 他知道他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行為 目前也還想要出去 所以必須要講出說 現在這種懷疑是一個並非合理的懷疑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這樣子看的 那律師剛剛講說 蘇建合案跟這個邱鶴順案 他比較相近的地方在哪邊 我想再度對我可能對於邱鶴順的認識不是很多 其實是一個比蘇建合案更好的案子 蘇案是80年 民國80年發生的 千萬是民國76年 比蘇案更糟 那個時候台灣的法治狀況就更差 那個案子他叫邱鶴順 我們現在把它叫邱鶴順案 但是其實他以另外一個名稱 在這個社會上沒有 就是陸鶴順 那你們中間也有些人可能 陸鶴順有些人可能沒有 但是我相信年紀稍長一點的長輩 對陸鶴順都很清楚 都很熟悉啦 因為當年非常多 那因為你們對於這個案件的熟悉度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為了解釋 因為這案件本身也非常的複雜 也非常的複雜 而且要打個時間 比蘇建合還很久 蘇案是在更二省的時候被判決確定的 後來經過律師分手 也獲得一個再生的機會 但是秋鶴順案這種 其實留年一直打拔到 美國一百年才被判決確定 現在等待執行死刑 所以你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案子的問題也比蘇案更多 那我如果要花很多時間注意去洗腔 這個沒有 可以帶動訓案給你 我很累 各位能聽我們不沙沙 現在學習理論強調什麼 學習理論強調 眼睛跟你的耳朵要併用 眼睛跟耳朵要併用 所以我們來看錄影帶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好 謝謝 這錄影帶可以錄嗎 啊 錄影帶可以錄嗎 可以啊 這網站上就 這網站上就 喔 網站上有 OK 或者你一樣的 我們在其中間 好 不過你也是個紀錄片 記錄片 記錄片